超私這個案件 從去年的6月一直到現在 已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一年多的時間這什麼樣的概念 如果說以現在辦柯文哲的案件 這種急速的狀況的話 那可能現在都早就已經 嘴落實錯了 可到目前為止 你現在還是關鍵證人 到現在也才你真的找到 來看到的是昨天下午的時候 吳玉飛從日本搭機回台 警察官指揮前往專案機場 將他居皮盜案 並且在今天凌晨移送北檢人附訊 經過偵訊 四個半小時之後 認為說吳玉飛是 涉犯詐欺等罪 遇知三百萬元交保 並且限制出境出海 同時實施科技的監控 現在他只是讓他直接就交保 三百萬交保 就代表是說 也許北檢認為是說 串政早就已經掌握了狀況 或者說他的相關的 市政已經很清楚 那我想也是啊 因為畢竟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該交代的 該處理的 該安排的 可能也早就安排好了 那到最後會不會就是 這一家公司 他完全承擔這相關責任 可是關鍵點 這家公司怎麼有辦法 來去做一個承包 把農業部所有的進口的量能 我們都沒有跟巴西進口過雞蛋 結果我們的一個雞蛋框的時候 居然我們完全仰賴的這家公司 誰做的決定 這個決策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一些部分 如果北檢到最後起訴 沒有交代清楚的話 也很難讓多人幸福的交代 北檢在偵辦超司進口蛋的弊案 那天這三名官員被吳寶請回 大家想說那你怎麼還沒有把 這個關鍵的女被告玉妃給請回來呢 昨天順著颱風他也回來了 本來在日本的 那昨天從日本主動返國接受調查 經過北檢的覆訊之後 是依這個詐欺等罪嫌 余令300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以及實施科技監控 大家現在更擔心的是 既然那天約談了陳俊濟 陳吉仲 林聰賢 訊厚都讓三個人吳寶請回 現在看起來想要淡化這件事情 暗暗的處理 是不是有可能斷點就到為與非為止 看起來是這樣子啊 我說實在話 超司這個案件從去年的6月 一直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一年多的時間這什麼樣的概念 如果說以現在 他辦那個柯文哲的案件 這種烽火急速的狀況的話 那可能現在都早就已經 結果都水落石出 可到目前為止 你現在還是關鍵證人 到現在也才你真的找到 那在之前不管是約談陳吉仲 或約談現在農業部長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講啊 我們在上個會期開議的時候 我就問啊 就說為什麼你們都還沒有被約談 或者說北檢那個時候 不是說大動作要做嗎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關鍵點 我覺得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是在1月13大選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是悄悄的超市這個案件 是沒有任何的進度了 那後來是我們在立法院有多說 而且在經濟委員會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是持續追 甚至經濟委員會 我們還要求成立的調查小組 要求成立專案小組之後 好像北檢才又動起來 然後平面媒體報導 以及我們大家持續的追 那不過追到現在 總是你要醜惜夫妻見公婆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感覺就是 就是這一個關鍵角色到現在才去把它給回來 那並且也去約談 約談完之後也沒有再做任何的一個積壓 是不是對於北檢來講說你認為 因為大家之前都已經知道了 如果說積壓就是兩個條件嘛 一你可能會怕是說它有串供之餘 二你可能認為是說你的案件 還有很多的一個證據還沒有找到 所以說你要把它先積壓起來 你要再去找 那現在他只是讓他直接就交保 300萬交保 就代表是說 也許北檢認為是說 他的一個串政早就已經掌握了狀況 或者說他的相關的市政已經很清楚了 那我想也是啊 因為畢竟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該交代的 該處理的 該安排的 可能也早就安排好了 所以我現在看回來就是 以他之前找的這幾個農業部的官員 都沒有就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的狀況的話 說不定這把火根本沒有燒到農業部 那到最後會不會就是這一家公司 他完全承擔這個相關責任 可是關鍵點 那這家公司當初農業部放這個資格 這家公司怎麼有辦法來去做一個承包 來去做一個承攬 並且那個時候 把農業部所有的進口的量能 我們都沒有跟巴西進口過雞蛋 大家各位觀眾 真的要思考一件事情 在去年以前 我們的任何雞蛋要嘛就是本土進口 本土生產 要嘛就是我們臨近國家進口 我們從來沒有跟大半個地球 外的巴西進口 結果我們的一個雞蛋荒的時候 居然我們完全仰賴的這家公司 誰做的決定 這個決策有沒有問題 以及這個決策的背後過程 有沒有瑕疵 我覺得這一些部分如果北檢到最後起訴 沒有交代清楚的話 也很難讓國人信服跟交代 首先這個是超私弊案 耗費了10億公帑 涉及舞弊的核心人物吳魚飛 至今滯留日本還沒有被通緝 列為被告的農業部長陳俊暨 備詢的時候當場就被追問說 當時到底是不是陳吉仲下令的呢 另外一個案子則是鄭文燦涉攤一案 週二的時候第一次開庭 廖俊松父子當庭承認 行賄鄭文燦五百萬 因此現在各界也直呼鄭文燦慘了 從買單到銷毀單 超私耗費11公帑 拖了一年多才傳喚做決策的大官 超私負責任女兒吳魚飛 身兼買方賣方跟中間商 被檢方認定 為照報價記錄 乍你商議公款 關鍵是一人公司能得標 靠一通電話沒筆價就能下單 到底是誰指示 才能搞出這天大弊案 陳吉仲主委有對您做過 任何相關的指示嗎 是一個符合我們的公務的 一個遊戲規則 為什麼如果都合法 為什麼會有人需要交保 我想整個的一個採購程序合法 但是他有行政瑕疵 一個行政首長被檢察官列為被告 院長您覺得不需要停職嗎 要求部長要全力配合司法的調查 誇張的是當部長遭列被告 涉及舞弊的核心人物吳魚飛 只僅滯留日本 對比柯文哲進華城案 一個橘子涉及了不起政治陷進案 就被通緝 相較於吳魚飛涉及貪污案 A了幾億到現在還沒通緝 網友大快一顆橘子沒拿半毛錢 通緝到全國皆知 吳魚飛背後到底是誰 A掉幾億公帑 竟然連通緝都不敢 標拿到手了我才去成立公司 這中間沒有弊案那不是才有鬼了嗎 那是誰上下起手呢 沒有高層的受益 沒有高層來開道 怎麼可能呢 證實了吳魚飛後台很硬呢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嫌在華雅科技土地 變個案中收賄了五百萬元 遭貪污罪起訴 沒有想到桃園地院首度開庭 涉嫌行賄的台塾集團前顧問 廖眷宋父子當庭認罪 各界分析鄭文燦這下慘了 已經行任行賄了 那你要有足夠的證明證明 他所說的是假的 我覺得鄭文燦逃不掉了 假如這樣子咬定了 他就結束了 當初鄭文燦案壓了七年沒半 超市案從被告發突利 拖了一年才傳喚大關 台燕綠能弊案 更是拖了一年七個月才開始要辦 對比進華城案五月被告發 可穩著八月底就被壓了起來 司法公不公正 全民都知道答案 記者張二慈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進口雞蛋疑似涉嫌突利 台北地檢署是以被告的身份 傳喚了陳吉仲 林聰賢跟陳俊濟 當然外界現在質疑的是 同樣滯留在日本 但是柯文哲一案的關係人橘子 貼身帳房許子瑜要遭到通緝 但是來看一下 超私雞蛋案當中負責人 秦宇喬的女兒吳於非不用被通緝嗎 因此時事評論黃陽明就說了 現在最可怕的就是 明著要查 但其實是在幫超私案的關係人 脫罪 掩蓋 假裝要查 實則是在洗白 超私這個案子 我怎麼看 都只是為了因應這次大法官的配合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陰謀 配合大法官的視線 你看大法官視線說什麼 只要調查 進入調查中 你就立法院就不可以調查 只要司法調查的案件 審判完的 通通不能調查 所以只要司法權搶走了 你立法權就不能調 無權調查 就算你成立什麼調查委員會 一樣不行 好 所以他趕快立一個案調查 這樣權力就在司法權了 我要不要辦 我要怎麼辦 是我司法權是你立法院拿根本無從去弄 有一個被告 有一個他沒有到案 我就要把他通氣 我就要註銷他的護照 雙標啊 雙標 雙標 用一模一樣的雙標啊 對 舉止曝光到現在還不到一個月 吳玉飛 這個超私案裡面的吳玉飛 9月24號超私案開始啟動 也超過一個月啊 怎麼不通氣 怎麼不通氣 所以當今天司法通通變成政治執政者的打手 他們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就民主的基石就受到了威脅 我想這才是現在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明著好像要傳了要查了要查了 沒有 其實是在幫他們脫罪 其實是要把這個事情 那個叫做把他們蓋住 這才是最可怕的 假裝要查 實際上是要幫他們洗白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你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Arenas 假備 小白 火 操 竟動